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师父确认 过后转发在网络 提醒世人 切勿诽谤任何正法 正信法门 任何宗教 及任何弘扬正法的弘法人 堕落此地狱者 凄惨无比 切记切记 在世学佛人 不要恶意诽谤三宝 佛 法 僧 不可敛财 就算不休 也不要任意重伤 弘扬正法的弘法人 无见地狱 棒佛地狱 大银幕不满 整个观音堂佛台前方 一个地狱景象出现 几个罪灵被护法神压制跪在护法菩萨前面 护法菩萨一脸严肃 观音堂上空不满天兵天将 个个威严无比 在地狱官员宣判罪名后 观音堂地板出现一个黑色通道 黑色通道开启后 凄厉的叫喊声 立刻传了上来 可以说是鬼哭狼嚎 非是间任何恐怖片的音声 可以形容的 可怕至极 听得我汉毛直立 罪灵立刻被投入黑色通道中 直落无见大地狱 护法告诉我 这个地狱是不管任何人 只要你诽谤正法 正信法门 任何宗教都会送去这个地狱执行惩罚 罪灵堕落地狱后 一脸惊恐 罪灵的意念传送到观音堂荧幕中 所有感觉 包括地狱热度 地狱景象 罪灵的恐惧 痛苦 我都好像侵入此境 不是世间任何科技可以发明出来的 这是地府的 一个不同其他地狱的鬼差出现 和其他我光看到的地狱不同 其他地狱的鬼差像我们在阳市的人 有穿古代官服的 有穿现代制服的 根据地狱不同 管地狱的鬼差是不一样的 长得好像七八个人那么高大 有黑肤色的 有红肤色的 可是样子很凶 你只要看一眼就会很害怕 不像人的脸 有点像牛的样子 可是身体是个人 之前分享过的无间地狱 四周是熔岩 熔江 热度极高 鬼差接住那个罪灵 向地狱上空问了几句话 上空有声音传来说明 此罪灵犯了什么罪 要受刑几年 这个罪灵要受一万年的地狱罪 我不知道地狱的时间怎么算 一万年等于人间几年 我问观世音菩萨 菩萨只是流着眼泪 没有说话 地狱鬼差用手 她的力气齐大 无比一锤熔岩 红红的熔江 立刻从熔岩漫了出来 鬼差拿了一个很大的雾气 承住熔江 另一只手抓住罪灵的口 任凭罪灵怎么挣扎 都无用 鬼差力气很大 把熔江倒了一口 进去罪灵的嘴巴 罪灵立刻从口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太可怕了 其他地狱受刑的罪灵都不曾这么痛苦 罪灵意念传到银幕前 太痛了 观世音菩萨 我从熔江一入口那一刻就痛不欲生 熔江像火一样在我五脏六腐烧案 外面的皮肤立刻冒黑 全身冒烟 盐 而立刻流出血水 太疼了 每一刻都好像一万年那么长 我一秒都不想待在这个地狱 我不应该诽谤心灵法门菩萨和护法 造大恶口业 不该说心灵法门是妖魔鬼怪 旁门左道 我错了 这个地狱的每一个罪灵都是黑乎乎的 我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脸 应该说几乎没有脸 只要体内的熔江熄灭后 鬼柴又会拿熔江头入口中 在这个地狱每一秒都在受惩罚 直到受刑时间完毕 银幕消失了 这是我在最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到的意念 恳请师父确认是否属实 答 当然属实 诽谤佛法者一个个都要受罚的 早点晚点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师父弘法到现在 有讲过任何法门不好吗 这 磅佛地狱就是嘴巴乱讲的效果 如果你们梦到的话 害怕不害怕 诽谤 最后吃苦的时候就知道了 罪孽到报的时候 菩萨都救不了 地狱里面 中恒高大的鬼差 就是牛头马面 是地府专门执行刑法的 -2018-8-16来信答疑 247